7月份的总销量按年增长大约24% 到12万2千部 其中纯电动车增长超过3.4倍 到22000部左右 不过头7个月计算 累计的销量按年只是增长1% 其中纯电动汽车的销量上升超过4.7倍 到10万8千部 另外长城亦有数据公布 7月份汽车总销量按年增长1成1 到10万1千部左右 头7个月计算是按年减少1成2 你为何解读这两个数据呢? 你觉得我们应该只看7月的数据 它是有一个不错的升幅 还是头7个月的升幅 都没有大家预期那么多 如果按照两间公司来看的时候 似乎吉利的数据比较漂亮 所以如果真的有资金 会流入一些汽车股那里的时候 今天来说可能偏向上 就流入吉利的机会会比较大一点 事实上当然如果你说首7个月 它那个增长只是1% 就以这个数据来看的时候 其实真的比较弱 但如果你一拼上长期的时候 对方仍然是一个负增长的状况 似乎没有从第二季的封城阴霾走出来的时候 吉利暂时看这个数据其实都挺满意的 特别是刚才有报道的时候 一些新能源汽车的销程来说都是不错的 那个增长步伐都挺良好 所以暂时来说两只去选择的话 我觉得吉利可以是看高一线的 但亦都需要留意 其实近期来说都未曾试过 有两个交流日或以上收高于18元 所以暂时去看 可能18元这个位置都偏向会有一些阻力 如果你说希望潜在升幅也有8%或以上的时候 就要稍微等它回调一点 可能在偏向上17元或17.2元之间 才下达吸纳就会好一点 如果你对它的前景很有信心 即是觉得它应该是有力去之前稍微高点的位置 计乎19.5元到20元之间的话 现价来买入亦都可以 现价来看的时候 混货可能就未必是一个那么吸引的位置 在8月1号的时候 股价升了差不多13% 当日来说股价的低位就在15.3元的位置 所以如果你说稍微有利点的一个混货状况 都偏向上在16元或以下才考虑入手 就会比较好一点 另外一个方面去看的时候 如果你说要既望返回家乡价 如果你看着20元这个位置 就要好视乎下半年 会不会再进一步有一些国策方面的配合 所以今个月如果你要既望返回20元以上 我觉得机会就不是很大 但始终去到第三季尾或者第四季初的时候 市场会冲劲 又会再有一些新的找经济措施出台 都会对于汽车股有一个受惠状况 所以暂时去看的时候 如果你有些耐性去搜多一两个月 我相信去到20元这些位置 其实是有机会的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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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2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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5 7 6 1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